本地餐饮场所今天恢复自助餐让食客自取食物和饮料 受访业者说措施放宽之后可以节省近一半人手 而自助餐恢复的消息传开后 接下来几天的预约几乎都满了 记者图建强报道 餐台准备好消毒搓手液 食客取食物时也得戴上口罩 这间位于新达城的槟城菜肴自助餐厅 昨晚和今早预定电话响个不停 不少食客想在第一天前来 感受久违的自助餐体验 餐馆里人虽多但一切都井然有序 这是很美的新闻 我们已经等待这些良好的新闻 两年之后 现在所有人都回来 这些人都救了我们半个人的力量 新加坡人们喜欢馆饭 他们喜欢做的经济 做的事是自己服务 昨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 晚上我们就book了这个桌子 我们就来这里享用了 大家 自己拿会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拿到那些分量 不像serve sometimes你要等比较久 两年后的那种buffet的感觉又回来了 很开心 这间泰式火锅餐馆也重新开放 久违的自助沙拉和酱料区 时刻可以自己动手调配酱料 刚好我们现在推出泰式烧烤 所以也添加了更多酱料 然后客人可以在酱料站上 随意拿他们喜欢的酱料 他们一听到可以自己调的话 他们就笑了 开心 太好了 我们可以自己调 政府放宽措施后 提供上门自助餐服务的业者也将受益 人力和成本负担都会减轻 新加坡专业配餐协会回复本台询问时说 之前曾向有关当局陈请 如今终于恢复自助餐服务 这对提供上门餐饮的公司至关重要 他表示生意有望在今年内逐渐恢复